对《步步惊心》不仅让女主角刘诗诗为观众所熟知 而且让男主角吴七龙获得了超高的人气 最近《步步惊心》的续集《步步惊情》也开始要和观众见面了 在这之前放出了一款片花 很多观众在看到片花的时候觉得 这部续集跟《步步惊心》好像有非常大的差别 这些差别到底在哪里 吴七龙在重庆出席活动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独家揭秘了这部新剧 《步步惊心》好像有点惊悚的元素是这样吗 不好吗 他们觉得好像有点 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会一直把 这个戏跟《步步惊心》做一个连结跟比较 那我觉得基本上其实是没有办法拿来一起比的 因为一个是时装戏 一个是轻装戏 从清朝的九龙夺敌到现代的职场商战 步步惊情的故事背景与前部完全不同 还加入了悬疑惊悚等元素 不过在这部戏里 观众朋友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步步惊心的影子 它是延续了步步惊心的一些人物关系 比如说松文老师还是演我们的父亲 然后我们还是兄弟之间的感情的纠葛 主要是在这些感情脉络上面跟人物关系上面是延续的 但其实里面发生的事情故事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 至于观众最期待的吴奇龙和刘诗诗的感情戏 吴奇龙透露 剧集中他和刘诗诗的感情录依然很坎坷 以至于拍摄太过压抑 他打算拍完这部戏以后 自己开拍一部古装喜剧来缓解心情 这几年大家看我的戏都说我很惨了 都说看我的戏要用很多卫生纸要哭啊 还是希望开心一点 所以拍拍喜剧应该也可以有助于我的身心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